國民黨要推這個抄襲大韓粉 這個李梅貞 問題是另外一個韓國瑜的親信 曹環榮也領表參選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國民黨真的不能沒有韓國瑜 我跟你講 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說 我不找韓國瑜的人 但怎麼找都是韓國瑜的人 現在的困境就在這裡 我跟你講說 現在就國民黨叫我們看 看衰射嘛對不對 你這個黨就已經快沒有了 怎麼做那個支持度 十幾趴而已 我都還懷疑那個數字 是有灌水的你知道 我都覺得說你這個黨的那個支持度 就這樣那個擺明了 現在人家就是 不想跟你國民黨靠在一起 我常常講說 你國民黨沒有大破大力 到目前為止你做這些事情 當然你沒有辦法那個 你說韓國瑜最近怎麼樣 韓國瑜最近沒有動作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他沒有動作 靜悄悄對不對 可是每天都是看得到 韓國瑜的影子 好奇怪 當然啦 英魂不散 我就跟你講說 他就整天在那邊操縱 我跟你講他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跟朱元璋當初一樣 我們以前不是講說 高竹強廣積良緩稱王 對不對 高竹強是什麼 他現在在找根據地啊 看起來他第一個根據地找到 高雄市嘛 現在高雄的一個根據地啊 怎麼說這個根據地 可不可以揮軍北上 他當然還要再持續在看嘛 因為現在補選是第一站啊 他在這個地方招兵買馬 你看你怎麼找 現在今天找了那個什麼 李梅貞有沒有 說實在李梅貞以前是代表 親民黨從政的耶 因為他爸爸那個時候跟那個 朱安雄有那個 那個會選案有沒有 被定罪之後 他代父出征啊 所以他也三屆四億元啊 不過我是覺得說 這個爭議性很大就是說 為什麼是李梅貞 對不對 李隆忠他也是有爭議性的啊 大家 我幫大家回想一下 2015年那個大寮監獄有沒有 有一個安雅貞進去跟那個嫌犯 鄭立德談判的那個人是誰 那就是李隆忠啊 對不對 因為李隆忠在地方上 他是左營眷村出身的耶 所以他有深藍的那個支持度啊 有那個底印在那邊啊 他雖然很早就淡出江湖對不對 可是江湖道上的兄弟 還是對他很敬重啊 否則那時候鄭立德 你憑什麼進去跟他談 對不對 他就是因為個性海派四海這樣 所以他在地方上 他是可動用的人脈 而且他現在是高雄果菜市場的總經理 所以他掌握的當然是有一些 可動員可支支柱的那個力量嘛 那你說今天找這個人 雖然他有一點韓粉的色彩啊 因為他跟韓國瑜很好 李隆忠跟韓國瑜很好啊 李梅貞也是韓粉啊 可是他比起來就跟曹桓榮不一樣嘛 那就奇怪啦 我就跟你講 兩個韓粉要出來選 曹桓榮是你的政務官嘛 這個就是明顯就擺明就是直屬的子弟兵啊 那李梅貞雖然是韓粉對不對 可是他只是粉而已啊 他沒有跟你直接啊 但是隔了一帶就是李隆忠跟韓國瑜的關係很好 可是真的是不是跟他有密切關係 因為遇到李隆忠的個性的話 他是大家政人好嘛 他是這樣記嘛對不對 他對所有的朋友都是很好啊 所以這個粉跟你的子弟兵當然有差別 可是說實在國民黨做這種事情 真的就是欲蓋迷彰啦 你今天如果出來講的話很好聽嘛 你其實就是今天找李梅貞出來的話 你就說年輕在地兼顧黨內和諧 年輕在地我相信 可是兼顧黨內和諧 我怎麼想就想普通就想不到 為什麼 對你說李梅貞出來之後 難道那個議長補選那個政議院出來的時候 就不會有問題嗎 陸蘇美就不會有問題嗎 對不對 你說今天李梅貞出來 他有什麼能耐可以兼顧黨內和諧 那不過我跟你講 國民黨這也算是有一點改變 我前幾天不是一直講說 你在高雄沒有培養年輕人嗎 那李梅貞出來的話 我說實在話他今天只是操兵啊 而且他願意戰啊 國民黨難得看到有一個人願意出來戰的 今天李梅貞他主要的重點是考量到說 他願意戰 而且他不是韓國瑜的子弟兵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個 其實他就是以戰而已 我就跟你講他只是以戰仰戰 對不對 他2024年目標是2024年 他要代表左南區出來選立委啊 所以現在當然也要先出來操兵 不然你在眾多次議員裡面 你怎麼出現 你真的看起來國民黨現在在高雄比例對不對 下一次 這一次就已經八仙落海了 下一次搞不好連議員都全軍覆沒啊 2022 所以他當然要出來嘛 那我剛才講到韓國瑜 韓國瑜真的他你看 我剛才說他高竹牆找根據地 看起來高雄是他第一站根據地對不對 那那個高雄他如果複製這個條件 他找曹完榮出來跟你叫板跟你國民黨叫板 你國民黨要不要聽他的嘛 那下次我就跟你講台南 謝龍台南是不用了台南因為史經根深蒂固 我現在有可能啊 如果台中的話他也找一個人運用這種模式的話 再找一個人出來跟國民黨叫板 你要不要跟他談 那大時候我就用吃西瓜挖大便 到時候台中有沒有一堆議員立委全部靠到韓國瑜那邊去 對不對 你不用多你只要二分之一三分之一靠過去的話 他台中又有根據地的 那你就在桃園台北 他如果複製一直一直用這種模式在複製 跟變形蟲一樣一直變變變變 我跟你講他這個縱貫線連線起來之後 你說韓國有沒有左右國民黨的能力 當然有嘛 所以他現在廣機一兩招兵買馬 緩稱王是怎樣 他現在不用出風頭啊 一出來用攻啊對不對 我就讓子彈飛 反正那個飛 子彈打到誰誰倒霉啊對不對 哇 你在日本那邊都在米田雲林 然後我沒有做什麼事啊 我就讓子彈飛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是不是高招 當然是高招嘛 所以他在緩稱王嘛 他慢慢來嘛 對不對 他等到半年 他選國民黨黨主席 還有一年的時間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情勢會怎麼變 我也不知道 我就等著大家看 不過今天真的是 我真的國民黨真的撩臉你知道嗎 幸好我們現在播出是深夜時段喔 對不對 那怎麼青年部弄了一個什麼 KMT 國民黨什麼Young Department 他說簡寫叫KY KY你跟這個潤滑劑 人家說你現在是不是抄襲他 對不對 那跟某知名品牌的潤滑劑一模一樣 青年部的LOGO 我就覺得說 居然取潤滑劑的名字 我就跟你講說 你以後這個標誌出來 人家家長不小心都覺得說 你是在教派人的小孩大小 對不對 這什麼情形啊 因為你太像了嘛 所以你可不可以改一下東西對不對 我就常常講說 這這個好啦 那網路當然要人家哭手說 是不是因為你國民黨的人才太乾了 所以你才弄一些那種滑劑出來 我就覺得說你真正是 沒有 沒有嘗試也要看電視啊對不對 那個廣告 深夜時段的廣告常常有這個啊 對不對 所以就覺得說 這個難怪 我就跟你講說 之前那個什麼 數位諸葛亮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 那個諸葛亮比臭皮醬還沒有用 搞什麼諸葛亮 所以就跟你講說 國民黨真的撩連 在很多事情的時候 難道你就不能夠多問一些人 看看他們的觀點看法嗎 哎呦 他們青年不來沾沾自喜咧 什麼沾沾自喜 那種都有創意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這種創意 我們年輕人就是這個黨內論華裔 這種創意不要也罷 天啊 我講一句難聽一點 這給一些 不要講說老黑人 只要像我們這種中年人 四五十歲的人 看你們二十幾歲這種創意的話 我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 低俗對不對 你可以問一下嘛 你知道以前美國有一個歌手叫Narich有沒有 他紅了幾十年為什麼他這麼紅 他每次寫一首歌的時候 錄成那個視聽帶的時候 他去街上叫所有的年輕人 你聽聽聽好不好聽啦 所以你再做出來 你要不要去叫年輕人看一下好不好看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 國民黨最近為什麼荒腔左板 包括這個很多人 包括年輕人 還有老年人 包括那個老黑啊有沒有 九二共識的行租白 我就跟你講說上下交相賊 老的也不行 年輕人也不行 所以這個黨我再講一遍 要不要大破大力 重新打掉重練